天氣熱 不只人受不了 連寵物鵝也會想吹冷氣 花蓮市兩隻鵝居然就翻出圍籬俏家 大搖大白走進附近的超商 可愛的模樣呢 吸引不少民眾拿出手機來拍照 叮咚歡迎光臨 欸 等一下 這顧客怎麼長的不太一樣 兩隻褐色的土鵝 大搖大白的走進超商 跟在顧客後頭 就像是在排隊結帳一樣 還會趁機啄一下顧客的腳 不少人看到超商不請自來的交客 都好驚喜 紛紛拿起手機拍照 覺得很可愛 怎麼會在Seven看到鵝這樣 實在太萌辣 事實上這兩隻土鵝 是附近一家便當店老闆的寵物 目前飼養約兩個月個性非常驚人 在當地小有名氣 許多小粉絲三不五時 還會買九層塔給他們吃 不過在上個月30號 早上8點左右 疑似是天氣太熱 兩隻土鵝竟然相約逃出圍欄 過馬路到對面的超商 吹冷氣 附近民眾得知後都嚇了一跳 就怕小寵物被當作美味佳肴 端上桌 還是很不得 為什麼 因為旁邊是牙肉店 搞不好會做一道菜 圍裡要再加高 因為他們長大會飛的人 還好沒多久 超商店員就通知四組 把土鵝帶回家 實際來到他們的居住地 活動空間寬敞 也有小用池給他們小小暑氣 只不過四組養寵物如果有疏失 恐怕得要挨罰 妨礙了交通安全 在警政當中 他們是可以依據這個管理條例 去處罰行為人 或者是四組 三百塊到六百塊的罰款 還好兩隻鵝都平安無事 也沒有攻擊人 提醒民眾養寵物 一定要好好照顧 才不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記者許莉請主委 著花蓮採訪報導